重庆的一个朋友 发了一条信息 在过去整整的三月中旬 到现在的四月中旬 一个月的时间 燃气费居然用了五千多 非常的差异 那么他自己说 平时在没有换新表之前 他基本上大概在三百多四百多左右 那么由这个事件之后 他就去他辖区的燃气收费的地方去咨询 结果咨询人员告诉他回家等消息 大概一周的时间 没有任何人联系他 他又去到收费的燃气收费站 去了之后 他又把这个事情进行申诉了一遍 然后这个当地这个收费的部门 然后告诉他 这几天会去他们家给他看表 然后老人说 这个费用每天都在涨 每天都在涨 已经影响到他生活了 然后客服对他讲 回家等消息 又过了一周 还是没有人来 那么这一次呢 他就到这个分公司 他们家人领着他到这个分公司 拿着他这个数据这个票 交费的这个票去了 去到这个分公司 燃气分公司 去了之后呢 这个技术人员 然后就随着他一起到他们家去 给他测量这个表 测完之后呢 告诉他等消息 等消息 结果这一等又是一个多星期 还是没有人联系他 这已经三个星期了 没有办法 老人又到这个分公司去 问他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的 怎么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表的问题 还是因为有泄漏 还是什么的 结果这个上次这个分公司的客服对他讲 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让他回家等消息 回家等消息就行了 客服呢会主动去联系他 不用再来了 好了 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是吧 回家之后呢 老人这个燃气表就关掉了 就不用了 就开始用电 用电做 又等了一个消息 客服还是没有联系到他 也就是没联系 根本就没人来联系他 那最后来这个人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那么就把这个事情呢 通过就是平台吧 就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呢 当天晚上就有人联系他了 让他把这个东西删掉 回头呢 让他会有人联系他 去给他再详细的检测 到底是什么问题 告诉他一句话 等消息 然后当天晚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这个事情就删掉了 是吧 又过了七八天的时间 还是没有人联系他 那么这一次他真的生气了 真生气了 就在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说的平台 发布了很多很多东西 也是又是当天晚上 这个白天发布的晚上又有人联系他 说你这样发是违法的 不允许的 对吧 然后老人说 我都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都没有让我得到一个满意的回复 你们告诉我的一句话 就是让我回家等消息回家等消息 我都等了一个多月了 没有任何人来联系我 关于这个怎么处理 大家都知道 重庆现在关于燃气表 重新安装的问题 沸沸扬上 我自己说的事情就是 不光是燃气表 想当初在零几年 换的电表水表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数 对吧 多多少少 只不过大家习惯了 但这一次是不可能 让一些非法分子 让他们得逞 暴力 对吧 暴力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 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 也绝对不是厂家的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回家等消息 最近体重有点飙升 就动了去健身房 办个健身卡的一个想法 我把这个想法一说 然后我一个朋友说 他在健身房办了一个年卡 现在还没有用 如果我要用的话 他可以打着卖给我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你办了卡 为什么不去锻炼呢 他说当时办卡的时候 其实就是冲动性消费 就是被销售人员也忽悠 觉得这个卡非办不可 然后他就办了 办了之后呢 他工作本身就比较忙 再加上自己又有点懒惰 结果就一直没用上 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闲着的状态 想出售吧 又觉得 在二手平台出售 打着打的又有点多 他又不舍得 然后正好 我不是需要吗 他就说可以打个八折卖给我 但是说句实话啊 我被他这么一说 我又考虑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时间 各种状况之外 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买了 因为这个事情 就让我想起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之前的话 我肩膀不是不舒服吗 然后当时的话就 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在抖音上团购了一个券 就是属于那种按摩的体验券 当时我又买了一个体验券 想着去按一次 就差不多了 结果去了之后 在销售的忽悠之下 办了一个 又买了一张 也算是卡吧 类似 花了两千块钱 办了一张卡 然后两千块钱是五次 现在是快一年了 我和我是有两个人 现在还是四次的 就基本上办了之后就没有去过 然后在第二次还是 两千块钱是十次 就两个人是个五次嘛 然后在我们俩去了 不是第二次 就是第三次的时候 然后那个 给我们按摩的那个机师 就跟我们说 我们的卡快到快到期了 然后我们再续费 然后就跟我们介绍了 他们的新的项目 那个新的项目说句实话 也是冲动性消费 当时我室友就冲动性的 又续了一千块钱 这个一千块钱续完之后 我们俩就再也没有去按摩 也再也没有去爱之果 就感觉这个钱 就是白花了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在 销售人员的各种催促之下 一下子就冲动去办了一些卡 比如说一些美容卡 健身卡 就像我刚刚说的按摩卡 等等就这些卡 其实你办了之后 你又发现你自己就不想去了 这个钱也花了 然后你自己就是不想去了 就浪费了这笔钱 一直就困在那地方的 更可恨的是有一些 你办了卡之后 他们就突然间就 店就倒闭了 就消失了 你这个卡就大水漂了 所以我是劝大家这个视频 就是千万不要冲动性消费 就是大家 也不能说 不能说不能去办卡 就是尽量的话 不要去一次性冲 在一个卡里冲太多的钱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工作 是否会变化 你也不知道你的 跟你条件是否会变化 你的工作是否会变化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店 它会不会变化 它万一倒闭了 你的钱就是 真的是卸本为贵 你找谁要去 这也是个问题 到时候你找销售 人家销售说 店里面倒闭了 然后老板跑路了 一句话老板跑路了 你想去周围这个钱 都是比较难的 反正我是觉得我们当时办了将近三千块钱的按摩卡 现在是绝对不会再去了 就是相当于是浪费了 因为后面的话你涉及到一些搬家 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 我不可能说我为了按一次摸 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再去那个地方 可能不大可能 浪费了也没办法 就这种健康卡或者是美容卡 按摩卡其实不办也罢 你说你办个健身卡 你又不去 最理想的状态你就是办次卡 千万不要说 就是一下子就办个年卡 真的会浪费的 然后现在我都快后悔死了 我那个按摩卡办的 我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一想起来我觉得挺后悔的 毕竟说那钱也是我心里铺 我挣的对吧 千万不要冲动性消费 你冲动性消费过之后 你肯定会后悔的 行今天就给大家 更新到这边吧 我这现在是在一个固人里溜达 刚刚跑了个五公里 现在是准备回家了 拜拜了